有一個問題有人問,做完功課之後要迴響,迴響的功德很大 我頭頭出家的時候,家裡只有我一個最大的,家裡沒有錢 我就去出家,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弟弟剛剛出來又找不到什麼錢 我媽媽就鬧鬼了,養到你這麼大,就去出家 我說媽媽,你不用怕,我會回向給你 我出了家,比在家還好,在家還給不到錢,出家之後可以回向你 結果她說是不是?我結果就回向她 回向之後,出了家回向到現在,幾十年都在回向 回向到現在,回向頭頭的時候,我媽媽,那些女人 有空無時去別人做坐,人就認識多了 誰知道有人生她買地,她說誰要放地,誰要吃 結果她就賺很多錢,賣地變成經紀,她認識別人 只是認識別人,就去別人那裡坐,誰要賣,在做中間人,賺佣金 結果她的生活就解決了,她就很開心,她說你繼續修行 所以現在她來到我們,來到廟宗寺,她都不吃飯 她說佛堂的東西我們不能夠吃,只能夠給錢,不能夠拿錢 因為泰國人只是供飯供菜給她吃,沒有理由和出家人一起吃 所以泰國人不流行和出家人一起吃 我弟弟就做賣街邊,我弟弟就賣街邊 頭頭就去賣黃家祥,黃家祥,黃家祥 黃家祥就是個大達地,黃宮門口的大達地 以前黃宮的大達地,在那裡賣那些垃圾東西 那她呢,她呢,我每天回向,出家之後回向 回向她的時候,現在孟晚她在日本賣衣服,賣成 就去報行做,要親戚開報行,在報行做 她想到拿親戚拿報回來,拿報頭報尾做那些 做那些冒牌波衫,那些孟聯,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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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那她呢,就送給人家做喔,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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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天使熱,泰國很多穿T恤,尤其是皇馬、世界盃那時更多 不過香港沒有辦法,就算是此地也有辦法,泰國告他不進, 也就告過,但告不進,不是告他,告別人也告不進, 因為你錯了就錯了,真之真之,真少比丫叉,不是麥聯, 就像魔鬼少了,當然不是孟聯,所以告他不進,所以現在變成億萬富翁, 現在去到威水了,去到時候,億萬富翁,然後他買屋整條街買, 為什麼會這麼白呢?因為不用店舖,他只是有個電話就可以了, 打電話叫車,有四架貨車,給人家剪輸,收完之後就給街邊賣,賣完之後收現金,不怕人家走錢才更好, 所以做了之後就很好生意,現在兩個弟弟都很好聽我說, 現在他都沒有結婚,他怕人家搶他的身家,未來的身家可能給我, 所以他都不敢結婚, 第一次去到的時候,他整間屋空的,給哥哥在這裡住, 然後給一張爛軌跡鋪在地上,然後拿一些報稅, 撿到枕頭,連桌子都沒有,收拔都沒有桌子,結果住酒店, 所以那些人是這麼坑的,沒辦法,家裡不開飯, 就可以街邊買東西吃,億萬富翁都可以去街邊買東西吃, 所以這一個是這樣的,所以回向是有效的,你要經常回向, 回向是有效的,當然要回向得好,回向給冤家債主又怎樣呢? 所以,冤家債主回向,不是回向給冤家債主,要向他能夠, 所有力劫冤家債主早日得超聲,不是回向給他, 不是回向給他發達,發了特,還要整理, 回向他能夠早日超聲,回向力劫父母冤家債主早日往生淨土, 往生淨土就不找你麻煩,你回向是要這樣回向, 不要回向他,回向他好,回向他好就沒用,回向他往生淨土, 走了之後就沒有你問題,沒有你東西, 上一次我們的名師寫了個訊息給你們看, 他說我有六個冤家債主,80歲之前會出五個, 然後跟我回向,等我一百二十歲就說, 現在來到,他又忘記了這件事,我提醒他,他又忘記了, 因為那些思過失調的人寫完之後就忘記了, 那些古靈精怪人,不是他自己寫的, 那些靈界找他寫的代筆,寫完之後他不知道自己寫了什麼, 所以這些東西冤家債主,你要回向,回向他能夠, 所以我現在也要回向,知道六個冤家債主, 我們也要回向他,解冤適結,回向冤家債主,解冤適結, 祖人往生淨土,不要來承諾我,快點往生, 會能夠回向他往生,那不會搞住你, 見都見不到,都說什麼, 忘了生了,還見什麼, 你不要回向他發達,回向他發達, 他多些資料還整你,所以回向是有效的, 所以你回向的時候,當然普通人就回向, 這個勇以斥功,大家保證一切,我得以眾生皆共成佛道, 普通的回向,不過我們就主張有個別的回向, 因為人在這個世界上有不同的災難和不同的遭遇, 當然有時當作有不同的東西,所以有個別的回向, 尤其是我們脈中,我們有願目的, 我們一天回向,一百三十幾支願目的, 一百三十幾個人,我在這裡回向, 逐支逐葉願目,讀完之後拋下去的, 都不是什麼,每天燒,每天回向, 所以脈中好處就是可以回向, 如果你說譴教,一百三十個人找你回向, 不知道怎樣回向,不知道讀什麼,讀他的願, 那麥中就可以讀他的願,這樣拋下去, 所以這個回向來講,有這個總的回向, 回向所有眾生,同生極樂, 或者回向所有眾生皆成佛道, 亦都有別的回向,個別的回向, 不過要回向,回向合理才行, 不要人要求你回向順利十萬元, 當然不行,回向你十萬元, 我都沒有十萬元, 所以不可以回向合理的, 生意興隆,財言廣進, 都沒有所謂,已經貪貪的, 你還回向他順利十萬元,當然不行, 所以不可以回向他, 求得金歸世,求得金歸世, 求得金歸世,是你自己求的, 經常都有人寫這些, 求得金歸世, 你關我什麼事, 你就去找李居明幫忙, 這個不行, 所以這個回向來講, 你的回向要正當, 其實我們回向有資料, 不是回向發財的, 好像我們現在, 即是我們回向有夠錢花, 你要花錢來的時候, 你要花錢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的, 你要花多少錢, 他就給你多少錢, 真是很準的, 我們要花多少錢, 那天做了三萬元, 買什麼, 說要三萬元, 立即就要三萬元, 然後就給了一筆帳, 清了, 有種個別的東西, 但你不會發財, 即是不會很多錢, 很多錢你就不收, 請人收好, 自己收, 所以這個回向來講, 可以個別回向, 和總回向的, 我們現在就講經先,